谈到现在很多的微量元素的使用啊 尤其是这个蓬肥 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蓬沙 也叫四水八蓬酸呢 而咱们很多的种植物啊 不管是蔬菜种植物或者是大田种植物啊 一般呢 这个蓬肥啊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的去使用 蓬肥到底在开花之前使用 还是开花之后使用呢 实际上啊 蓬沙呢 一般建议在开花之前使用 如果说咱们植株体内呢 一旦缺少这个蓬元素以后啊 它就容易导致一个化而不实 也就是说只开花啊 但是呢 做不上果 所以说这个就要求啊 咱们一般的在开花之前啊 就要给它补充充足的蓬元素 那么我们一般啊 在使用这个蓬沙的时候呢 你同时呢 可以去跟零酸二青甲去一块毁用啊 一般建议就是在开花之前呢 我们就开始一桶水 蓬沙呢 一般使用二十克 零酸二青甲呢 一般建议啊 就可以使用到五十块左右啊 同时呢 再配合一点葡萄糖 这样子呢 番茄这个花呢 它在开花之前 有充足的一个营养 形成了这个花园啊 质量的才比较高啊 所以说做果的质量呢 会更好一点 同时呢 又能防止一个落花和落果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咱们这个高产啊 打好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番茄空旺的问题啊 有些种番茄的种植户啊 新手对这个番茄空旺 不是特别重视 咱们看一下啊 这颗番茄啊 这是我们种的的一个 高口感的水果型番茄啊 每层果之间的几率呢 一般我们是在二十公分 是比较合适的 你看这两天 有很多种植户都发了一些技术啊 自己种的这个番茄啊 上面已经开了三棚花了 但是现在下面第一棚果的果材 还这么大啊 非常小啊 不棚果是什么原因的 是不是你需要用棚打剂之类的啊 实际上像那种果啊 你用再多的棚打剂 不但不起作用 反而呢 会造成你的一个空洞果的出现 那么造成它们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番茄 没有合理的进行空旺啊 出现了番茄旺长造成的 我们考虑想一想啊 每天这个番茄啊 它百现进行光合作用以后啊 制造养分以后呢 晚上的时候 会进行分配 在番茄这个时期呢 它分配的养分呢 有两个作用啊 一个是营养生长 一个生殖生长 营养生长呢 是针对叶片进杆的生长 而生殖生长呢 就是供到果实上面的啊 花上面的养分 如果我们这个番茄旺长以后呢 那么势必把白天制造养分呢 大量的会输送到这个营养生长上去 而相对的 生殖生长的养分就会很少 这样的话 你的果怎么能膨起来呢 所以说我们种植后 在番茄种植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空旺啊 一般呢 用多胶座细胶座啊 进行空旺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 最好的方法呢 是少量多次啊 一般上空旺这些话啊 就是 嗯 头天打上 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意的啊 就开始发那个 厚啊 颜色弄绿啊 这就代表空旺剂已经起作用了 如果说颜色改变的很少啊 无差别 那么你就要进行第二次啊 甚至第三次空旺了啊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啊 但是呢 不能超量 冲料以后 你番茄啊 它不涨了啊 每岁过之间可能只有五公分 像这种呢 啊 对你的产量还是受到影响的